外人进不去 里面的灵瑶自然也出不来 我明白了 这些法宝 某种程度上 就代表着 独属于我们各自的不同考验 选中法宝后 我们就等于选择了 自己要面对的独特征程 大家一定要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法器 切磨探多 女帝说着 束手清晖 选中了一枚精致的手环 看得出 这应该是一个强大的上古女修 留下的宝贝 像个首饰一样 具体拥有怎样的作用 女帝短时间也看不出 只是当她戴上这手镯后 整个人也生出了 和刚刚灵瑶 一模一样的光芒变化 同样是被一股 强大的法则之力选中 轮廓渐渐变得浅淡下来 成为虚空中悬挂的 另一道虚影 在灵瑶和女帝陆续选中后 大家也终于明白了这空间的特殊体制 都开始全神贯注地寻找最合适自己的一件法器传承 徐扬倒是有些为难了 毕竟她有永恒和荒天无几两大神器 一时间也想不出自己还需要一件怎样的法器 也不急着做出选择 反倒是在观察着其他人做出的决定 确保大家都做出选择后 再为自己打算 白莲雪本想选择一把剑 但却是被旁边的小天丫头阻止 小天为她选择了一朵花 说是一朵花 实际上像是一株四叶草的轮廓 但它并没有植物的生命力 像是一棵四叶草的标本 傻丫头 这才是最适合你的 你不需要吗 白莲雪愣愣地看着小天 我和你们不一样 这空间只对你们人族有限制作用 我算是职务 所以不会受到这里的法则约束 可以陪你们一起走下去 白莲雪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如今的她 已经将小天当成自己的妹妹 或者是闺蜜 总之 就是一个自己最离不开的伙伴 很快大家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 林青叔选择了一件类似软甲的装备 契合在自己的身上 团团的丫头 选择了一只闪闪发光的水蓝色魔笔 原本这丫头还担心 不会有自己感兴趣的画板和画笔 结果没一会儿功夫 她就有了莫大的收获 另一边 女帝麾下的韩月乌小花 无为一体 选择了五把同样规格 但颜色不同的散状法器 眼看着大家一个个的都被对应的法器选中 飘入虚空中那独属于自己的新的起点 只剩下龙坤和徐阳哥俩好 徐阳先前还在担心 这家伙是不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法器 定睛一看 这伙居然左手一件右手一件 做了很长时间的选择 半天都没能拿出一个笃定的主意 似乎他两个都想要 原因很简单 这龙坤体内有玄规献祭兽和玄武真弓 又有与之完全不同属性的凤凰真火一脉传承 选择法器的时候 自然也面临了走哪个路子的艰难抉择 却见徐阳走到龙坤身边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用那么纠结 选择一个不代表一定要你放弃另一个 玄武一脉功法是强化生命力和防御力 作为你的被动守护功法使用 但你真正赖以战斗的则是凤凰真火 何况你的师尊 也就是那个藏树楼的婆婆 也是凤凰一族 你也算是半个凤凰传人了 这一点你要牢记 听了徐阳这么一说 龙坤顿觉豁然开朗 嘿嘿嘿老大 你说的没错 凤凰一脉传承 乃是婆婆留给我最珍贵的东西 虽然我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再见到婆婆了 甚至我连她的名字都不清楚 但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我这辈子 除了你们这些伙伴最亲的人 我想我知道自己的选择了 龙坤果断丢掉左手那块硬甲 将右手中那燃烧着火焰的特殊圆环兵器 抓在掌心 璀璨的火焰之光迅速蒸腾 龙坤被这股炽热的气息选中 紧跟着也一并飞上了虚空 眼看着虚空此时各种斑斓的颜色 颜色战战升辉 徐扬也算长输一口气 开始考虑自己要面临的问题 对于徐扬来说 视野当中这数不清的金色光芒 都像是沙漠中茫茫无尽的尘埃 纵有颜色 可于自己而言 也只是一片虚无罢了 嘴角含笑 轻轻闭上了双眼 徐扬面前的世界 这些所有的璀璨光芒 同时开始蒸发 再次睁开双眼时 刚刚的一切完全消失 整个世界似乎都重新恢复了难得的静谜 小子往前走 脑海中守护巨龙魂突然苏醒 这还是来自东海一战后 老龙魂第一次清醒过来 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 带给徐扬关键性的提点 徐扬明白 惊动着老龙 他必是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果然越是向前路迷茫的尽头走去 那股灵自己感到十分清和的气息 就越明显 直到面前这一团虚妄散尽 一座由白骨堆砌的假山 出现在徐扬面前 这座古山十分高耸 足有千米的海拔 然而这都不是让徐扬震惊的地方 真正让他震惊的 是这山之绝颠上 插着一把通体血红的古剑 如同一个助力在万古山巅的王者 俯视着整个苍茫世界 那把剑难道就是我的选择 徐扬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声 但这一次守护巨龙魂并没有给出他任何的响应 既然遇到了 那这把剑无疑就是徐扬唯一的选择 甭管是什么质量 虽说看起来B格很高 徐扬尝试腾空而起 飞向着古山之巅 越发靠近这上面 徐扬感受到的精神压力就越大 他惊人地发现 这些森冷的白骨内 蕴藏着十分浓郁的怨念 而且每一股怨念都非常的强大 直到飞向临近山巅的位置后 莫大的精神压迫 已经无法让徐扬继续保持飞行的姿态 他有理由相信 这古山上的每一具骇体 都拥有着相当于人足顶尖强者的战力 身体紧紧趴在古山的边缘 改用攀登的方式不断向上 没踏上一具骨体 对应宿主的魂念 就会对徐扬产生一次冲击 整个过程中 徐扬都在承受着莫大的煎熬 那怨念冲击精神世界的痛苦 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